這些細節假如不太清楚的話 請各位回去可能再稍微看一下 應該沒有看不懂了吧 這個前刮弧放A 後刮弧放B 那以後的話就用MID去切割這個資料 然後A加1就是這個前刮弧的下一個字 那B-A-1就是後刮弧-前刮弧-1 而且反而你會發現這樣寫好像甚至會比在Essale公式裡面寫 感覺應該更精簡吧 因為它其實多了什麼呢 多了變數A跟B A跟B的好處就是我可以暫時把資料放進去 然後我可以多寫幾行 但是在Essale裡面有一個缺點 Essale公式它只能夠一行從頭到尾寫完 它沒有辦法像我們這邊可以分好幾... 除非說你要分...像我們剛剛分好幾次寫 可是它感覺好像是沒有連貫性 可是如果寫VBA的話你可以慢慢敘述 那比較重要的可能就在... 還有一個地方很重要就是 If 後面是一個邏輯 如果當這個邏輯為True的時候 才會去做裡面的事情 有點像一個閘門 那也就是說我們這邊有一個邏輯就是說 當它裡面如果沒有刮鬍的話 那我就不要讓它去做這個切割的動作 為什麼?因為如果它沒有刮鬍 我要切割讓它會造成錯誤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閘門喔 有沒有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也就是說以後很多工作地方都會需要讓程式去幫你判斷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不用眼睛判斷了 那就可以省掉很多力氣喔 所以未來這個If的邏輯將來還會不斷出現 那通常會放在回圈裡面 OK喔 所以這個應該後面還會再看到 那再來的話底下有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你想說呢 是為什麼前面是Sub這邊為什麼變Function 跟各位講喔 VBA齁 其實有兩個型態 至少有兩個型態啦 第一個型態就是說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按按鈕 有沒有這個按鈕 第二個型態是什麼呢 就是Function 那什麼叫Function 所謂的Function其實就是這個東西啦 這個東西我們剛剛有聞這個就Function Function的話就函數 或者是說那個微軟也有翻譯成函式有沒有看到 那函式跟函數是一樣啦 所以我喜歡用函數喔 那可是問題呢 在Excel裡面的250幾個函數裡面 假如說呢 這些函數都沒有辦法符合我們的需求 那我們可以量身定做 所以我前面講過我們可以自訂函數嘛對不對 那怎麼樣自訂函數喔 也就是我可以寫一個Function 那他寫完之後喔 那他寫完之後喔 如果我在VBA裡面喔 有寫了Function的話 那你在插入函數的時候有沒有 會多一個類別 叫做使用者定義 那你會看到這邊就有個叫刮弧製造函數了 不過前提喔就是你有寫喔 那因為我是DEMO給各位看 你們現在電腦裡面應該沒有啦 OK 那問題你要怎麼樣才會有 我示範一下喔 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出現說 那你給我資料 我給他資料 你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向下填滿 事情就做完了 有沒有 那這個的話呢 跟剛剛的按按鈕喔 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問題就是說喔 不一樣的地方喔 這邊是按按鈕 那這邊的話是插入函數 所以使用的位置不一樣喔 你千萬不要說你用Function然後按按鈕 不行 兩邊是不一樣的 OK 那只是說呢 我要怎麼樣喔 去撰寫一個 所謂的自定函數 自定函數特別注意喔 他就是 我將來是希望能夠在這邊 插入一個 使用者定義會出現 那名稱叫 刮弧自傳函數 那寫的方法喔 第一個 1 一樣是把什麼 我們這個Function 寫在模組裡面 OK 所以喔 這個模組 那2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Function的名稱 我們要教他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你請你打一個Function 後面的話給他一個名稱 也許我取名稱叫刮弧自傳函數 那如果假設你這個Function喔 你實在是不知道忘了怎麼打 沒關係 你可以插入 這邊有個叫程序 程序裡面有個叫Function 你一樣可以從這邊喔 把名稱打上去 叫刮弧自傳函數按確定 那他會自動幫我在這個底下呢 增加一個叫做Function 然後有沒有刮弧自傳函數 不過前面會多一個Public啦 Public可以先拿掉沒關係啦 這個 不加跟加其實結果 在這裡是一樣的喔 好第一個 那我們就 如果要自訂函數的話 第一步的話記得喔 先從這邊插入 程序裡面的Function 刮弧自傳函數按確定 然後他出現 那第二步的話呢 其實特別注意喔 他跟Sup最大不一樣喔 他是會跟你互動的 所以呢 第一個的話 你要跟他講說 你要給我資料喔 那怎麼樣跟使用者取資料 有沒有發現剛剛跳出來的時候 會出現什麼 資料兩個字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跟使用者要資料 請你在這個刮弧裡面輸入 所以我在這裡 輸入這個名稱也需要資料 就跟他講說 其實或者參賽者資料也可以 然後簡稱叫資料 所以在這邊資料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怎麼樣 提供給你資料了 所以他就選了他 選了這個喔 那選了這個之後的話呢 那我要做什麼事呢 一樣的道理 其實喔 跟這邊的奉迴圈裡面做的事情很像 第一個的話喔 就是 把什麼呢 把他再找找看 找什麼呢 找這個他給你的資料有沒有前刮弧 有沒有後刮弧 阿如果呢 他這個地方喔 假如說呢 沒有刮弧的話 那我就不要去做這個處理喔 OK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這一段喔 拿來複製好了 然後貼到這邊來 好假設啦 我拿這邊來改 改給各位看一下喔 就是Furnace裡面的東西 只是說他縮牌 變成太過太右邊了 所以你可以按Shift加Tab 按Tab呢 是叫做縮牌嘛 那如果你要凸牌 凸牌的話就Shift加Tab 好 那首先的話你可以看到啦 其實A 我們前面是自己去儲存格裡面找 可是Function不一樣喔 Function是使用者會提供給你資料 所以這個資料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複製 貼到哪裡呢 貼到Sales I列的A欄 所以這個地方呢 意思是說 他給你資料喔 比如說先給你這個 趙大鵬 不 他或者給你什麼 流云 刮弧 第三屆冠軍 後刮弧 那我就找到的話 這個地方A的話是3 B的話是9 那如果A假如不等於0的話 跟剛剛一樣喔 那我就輸出什麼 特別是喔 我們剛剛是直接輸出到這裡 但是Function的話 特別注意 必須要輸出到自己的名稱的位置 所以特別注意喔 請你把Function後面的名稱 Ctrl-C Ctrl-V 貼到這裡 OK 特別是這個比較特殊一點喔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然後 這個去哪邊抓資料 那你就不是自己去出租燈裡面找 一樣喔 把這個資料 所以喔 其實你甚至可以把那個 Sales ID的A欄裡面的部分喔 通通都取代成資料 然後把B欄的部分呢 取代成這個 Function自己本身 好 這樣的話基本上喔 已經就 差不多寫完了喔 OK 這個叫自訂函數喔 跟剛剛Sub的不一樣喔 那 有同學之前就這樣喔 老師我寫完了 然後我要執行 就按RUN 跟各位講 不對喔 這個RUN的話呢 是Sub才需要RUN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Function要怎麼RUN 請你從這邊啦 插入函數 有沒有 找到使用者定義 這個自訂函數 跟Sub完全是不一樣 兩回事喔 所以你要使用者定義 找到了 有沒有發現資料 瓜葫裡面 如果有一個 他就跳 然後給他 趙大棚 然後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欸 完成了 不過喔 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這個地方呢 為什麼會 出現0呢 欸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喔 最後這個程式喔 可能要再加一個東西 他 就不會有問題了 哪個地方呢 你會發現喔 就是 刮幅至算 刮幅至算函數 其實喔 如果方權自己本身 他預設值裡面是等於0 其實預設值是0 那如果說你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塞任何東西給他的話 他 就會 是等於0 所以你會發現 當他 不等於0的時候 才會去把資料 那可是問題 他如果等於0怎麼辦 所以喔 這邊有兩個解法 一個是 直接在這個邏輯裡面 怎麼樣 再加一個else else 就反之的意思 如果 他如果是不等於0的話 那就切割資料 那他如果等於0的話 那我一樣 丟資料給他 丟什麼資料給他 就是這個 刮幅至算函數裡面 他本來裡面是0 那我就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沒有資料 這樣的話呢 他就可以 塞一個空字串 到這個儲存格裡面去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最後喔 再多這個敘述 這樣就OK了 那這邊的話呢 如果我要確定說OK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呢 再打勾一下 他就恢復了 所以喔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 制定函數給寫出來 最後這邊補充一下 制定函數 插入函數 使用者定義 然後確定喔 給他資料 按確定 向下填滿 這樣也 弄起來其實還蠻順的 有些同學說 老師這個其實 我上班還蠻需要的 有些同學說 老師說按鈕好像用的比較多 這個就是 提供給各位參考 方權部分 那我又把它放在 這個雲端白板上面 的第五頁的地方 就這一段 OK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制定函數部分 喔